大兄弟 是不是不管我喜欢什么 你都会给我 当然了 如果我要你身上所有的赢呢 没问题 那好了 还有 你去拿机会 大兄弟 我去办点事 你等我啊 好 郭靖独自一人边吃边喝 等了许久之后才看到黄蓉回来 他将一堆白纸扔到屋里烧掉后 带着郭靖来到酒馆门口 确定一群乞丐跪在地上喊了恩公 原来黄蓉把他所有的银两拿走后 帮着群乞丐爽了身 刚才烧掉的白纸正是他们的卖身器 傍晚 郭靖黄蓉两人分别 郭靖打算继续前往最先欧赋约 而黄蓉却说自己要北上 郭靖担心北方天气寒冷 便将自己的貂皮大衣和全美银两送赶他 黄蓉看着眼前的傻轿子 内心感动不已 两人抱圈词别后 郭靖继续朝南方走去 数日后 他来当了中途北京 这是大金国的京城 当时天涯第一繁盛之地 郭靖边走边看 突然听到前面传来喝彩声 郭靖好奇心大起 边凑上去瞧了瞧 原来是有人在比武招心 只见台上一名女子英姿撒宠 树召遍天挑战男子踢倒在地 这时杨铁欣这样重来 他今天摆下来台 就是想为女儿慕念慈寻找家序 话音刚过 就看到一个老头和一个合成飞身上台 两人口无正安 互不服气的动心爽安 杨铁欣见证二人比自己还好 哪肯让女儿嫁给他们 飞身一脚在尖一掌 将两人打飞在擂台之下 两人在地上爬起后 狼狈地离开 这时一群身穿官府的人推开人群 从他们身后走出一位衣着花地的俊老少年 这人便是杨康 如今二十年过去 父子相见已融入人 杨康问他们摆下擂台有多久了 杨铁欣说 百类已有半年 至今未得加续 杨康一听这话 顿时来个兴趣 顺时面向穆念慈攻去 穆念慈见他出手不凡 急忙抬手招架 两人交出几招后 梦念慈慌患之中 扯下个杨康的衣袖 这个年轻人的五姑娘 会不会是嫖毒里面吹的世家电子 待会我问问她的家世 只要她不是经过官方人家 结成这门亲世 那儿终身有靠